来看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今天上午参访位在龟山区的梦想工作坊 与曼菲青年共同来折叠礼品纸盒 承诺未来会透过证件规划 给予相关机构更多的协助 而对于新竹棒球场的争议 林志坚表示会协调新竹市政府 让市府和中职共同来解决问题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与曼菲青年们一同坐在工作台上 进行礼品纸盒的包装作业 另外他也化身为代言者 希望市民朋友可以支持 这充满美味与温暖的中秋礼盒 这个由财团法人桃园市宝贝潜能发展中心 所设立的宝贝梦想起飞工作坊 主要是训练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从事烘焙作业与生活治理 林志坚表示未来他会规划证件 让相关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协助 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 我们特别来到这里来看看这些青年 如何透过他们自己的力量 不仅是做烘焙的这个包装 也做这一个礼品的包装 这样子的机构未来在桃园市 我们会透过证件的一个规划 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跟协助 协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新竹棒球场事件 林志坚表示所有施工都是依照政府采购法来处理 后续的改善计划 他会协调新竹市政府 让市府团队与中华职棒能尽快解决问题 球迷大家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我也第一时间这个致电中职的这个蔡其昌会长 也致电新竹市陈章贤代理市长 而希望能够在中职的协助之下 那么新竹市政府能够及早的把这个面发生的问题 在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些相关的问题解决 林志坚认为棒球场现在的情况绝对没有人乐见 既然问题已经发生 他还是会秉持过去的态度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赶快改善整个球场 让未来的球赛能够顺利进行 感谢观看